下頭部內側動作 就是下巴收回來 靠近頭的動作 這是一個很根本的一個 頭部內側運動 第二種我們就是做肩頸延伸的運動 所以收回來之後 讓頸椎繼續往上延伸 然後繼續修鋒推成的脊骨 往上延伸 避免脫背 跟讓我們把零脫背的姿勢 可以恢復回來 保持一個往外支撐的力量 讓肩頸骨的力量已經跟進來 然後手肘往下彎 讓毛巾 或是回來可以頭頭或頭過去 這時候肩頸骨的肌肉會活動運動 肩膀整起來 好 然後肩頸延伸 成骨末姿勢 當然肩頸延伸 肩頸延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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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第一個動作我們會分解 第二個是 我們一開始製成這個肢頸的情況 手腕輕輕地伏起來 肩膀會壞了 手腕伏起來 這時候手肘還在臉上 第二個動作是 整個手臂 手肘伏起來 這時候手腕還是比手肘還高 所以肩頸延伸 好 再來的話 我們把胸椎剛好往後仰 做一個抗夥伸 整個背部肌肉的真正跟強化 好 這是基本版 這一般你都可以這樣做 好 我們先胸椎先回來 然後手腕回來 然後手腕回來 這分斷很重要 因為你才會啟動到正確的肌肉 一般你直接往後仰 說不定你自己用到 找一些頂風的肌肉 好不是我們真正可以抵抗 抵抗這個不好的肌肉 然後我們上面的時候 往上打開延伸 像天空炮的彩虹的情況這樣打開 之後其實我們胸椎 沒有很好的旋轉 好 然後我們再來 光陸這樣的情況 在睡覺前 就可以對胸椎很好的舒緩